大家好,我是抄子 为什么自己拌的豆腐皮总是又干又硬 原来很多人都忽略了重要的一步 今天我来教你正确做法 鲜香滑嫩,下酒下饭 味道不出饭店 话不多说,接下来开始操作 准备两三张豆腐皮 从中间切开,一分为二,二分为四 然后放到一起切成细丝 这种豆腐皮有的地方叫千张 有的地方叫干豆腐 只是薄厚不同而已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下配菜 半根胡萝卜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少许洋葱同样切细丝 再来少许黄瓜丝 少许香菜洗净切成小段 不能吃辣的同学 放一个尖椒锻炼一下 先用刀拍晕再切成细丝 再准备四五粒打蒜 趁其不备,它云躲碎 材料全部备好 接下来开始制作 起锅 做水 放入一小勺盐 少许小苏打或者碱面 放入切好的豆腐皮 在锅中焯水 放小苏打煮的豆腐皮 吃起来口感又滑又嫩 将近开锅时 放入胡萝卜丝一同焯水 开大火烧开锅 开锅以后在锅中煮一分钟捞出 煮好以后放到凉白开中净凉 如果不过冷水 豆腐皮会粘连在一起 净凉以后把水倒掉 用手稍微攥下水分 处理好以后把豆腐皮放入盆中 放入蒜末跟辣椒段 100粒白芝麻 另起锅 锅烧热 放入一小勺油 油热以后 放入10粒花椒 爆出香味 开大火把花椒 炸至其黑妈乎 然后关火打出残渣 热的花椒油 浇在辣椒 蒜末上面 刺一下 香味就出来了 刺完以后 立马盖上盖子 焖一分钟 这一步可以使辣椒 花椒的香味 浸透到豆腐皮里面 接下来调味 放入适量的盐 一点点白糖提鲜 少许一瓶鲜酱油 少许香醋 不吃味精的同学 放入一点鸡精 再放入少许芝麻香油 放入准备好的黄瓜丝 香菜 洋葱丝 尖椒丝 用干净的小手 抓拌均匀 一道鲜香滑嫩 下酒下饭的 呛拌豆腐皮 就做好了 看似简单的一道凉拌菜 其实有很多小技巧 您学废了没有 喜欢本视频的 可以动作您 发财的小手 点个关注 点个赞 再买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